老美这次还能嚣张起来吗?打着世界警察的旗号,自由航行搅乱全球局势,丝毫不把别人放在眼里,不就是仗着他的那11艘核动力航母吗?既然如此,那中国就送上大礼包,为其定制五大航母杀手。 如果美航母胆敢来中国领海耀武扬威,那就免费送他几个东风快递尝尝线。自此以后,中国领海就成了美航母的禁区,哪怕在国际上叫得再欢,也不敢开着航母光明正大的闯进来。 你知道这些镇国神器分别是什么吗?为何会让美航母感到如此畏惧呢? 本期视频,我们就一起来盘一盘,中国为何如此执着于发展反舰导弹,和1996年的那场台海危机有很大关系。 当年,美国不过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,进入我国台海,给台独分子撑腰,我国全部的海空军实力加起来,依旧被碾压得体无完肤。 这对中国人来说,简直是奇耻大耳。 更可气的是,美国还为此制作了纪念徽章,明摆着不把中国放在眼里,正所谓支持而后勇,从此如何反航母就成为解放军的首要课题。 反舰导弹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研发,首先登场的是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,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实用化的反舰导弹。 针对的就是航母这种大型水面舰艇,对美国称霸世界的王牌武器航母,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 解放军曾经开过一项兵器推演,结果先是只需24枚东风21D,就能够让美海军一个核动力航母战斗群,直接丧失战斗力,最终沉入海底。 据悉,东风21D拥有1500公里的超远射程,能在美航母战斗群作战半径之外实施打击,最快速度达到了可怕的史马赫。 再加上机动变轨和末端导弹微调控制能力,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改变原有的规律,让敌方根本无法摸清其飞行规律。 所以,几乎没有一个反导系统能拦住,这就是钱学森弹道的高明之处,更是让全世界都追捧的中国骄傲。 东风21D还采用了雷达主动制导,和雷达成像匹配作为末端制导技术,将误差概率降低到两位数的范围。 如此精准的命中绿美航母,根本躲不开,加上其接近垂直的灌顶攻击模式,犹如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,直接冲破航母甲板, 劲在内部引爆,加上超过600公斤的核长肩背弹头,推一万步来说,就算打歪了一点,爆炸的威力也能让美航母吃点苦头。 况且,战时我国肯定不会只发射一枚,就不信每一个都能打歪。 东风21D的出现是世界上拥有了。 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反舰弹道导弹,更让中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力量产生巨变。 美国虽然很不愿意相信这一点,但也不敢再大摇大摆的进入中国领海,唯恐成为东风21D的活靶子。 长到甜头的中国军功,当然要再接再厉。 在东风21D的基础上,研制出东风26,这是我国研制的新一代固体中远程弹道导弹,同样也是射战一体和长肩背的导弹。 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关岛杀手,因其5000公里的最远射程,甚至可以覆盖美国在太平洋上的。 主要军事基地,关岛,日韩的美军基地就更不用说了。 东风26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8马赫,极大程度的缩短飞行时间,不等敌方做出反应就已经到了眼前。 而且东风26和东风21D一样,在进入大气层后可以进行末端机动,即便是动态目标一样能够攻击。 此外,东风26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,选择1800公斤的常规高爆战斗部,或者直接来上三枚核弹头。 不管是精确打击还是集群攻击都不在话下。 2018年,国防部就宣布东风26正式入列,美国还炒作中国可能已经装备了300枚。 不得不说这也太小瞧解放军了,东风26的数量估计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 专为美军研发,中国的航母杀手有多强,每一款都是镇国神器。 东风21D和东风26的搭配可谓局势无双,使得我国既有了战略纵身,也有了近距离目标的攻击能力,使得美航母不敢再轻举妄动。 但你以为这就是解放军的全部了吗?中国人的智慧可远不止于此。 接下来亮相的是东风41周计弹道导弹,这可是我国东风系列的最高水平。 它的横空出世让很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正视中国的军事实力。 毫无意味,东风41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的底气之一,正所谓尊严指在剑锋之上,真理指在大炮射程之内。 东风41令西方国家感到畏惧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可怕的射程。 据悉,东风41的最大射程突破了1.4万公里,意味着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发射都足以覆盖北美和欧洲的全部角落。 离美俄现役的洲际导弹射程都要远,甚至坐到了全球范围内使命必打,美国本土都不安全了。 更何况太平洋上的美航母呢,关于东风41的速度官方并未公布,但许多专家和媒体都对其进行过推测。 认为东风41的速度可能已经达到25马赫,再不计也在23马赫之上,16分钟到伦敦,21分钟到纽约。 而且这玩意还能携带8枚分岛式核弹头,进入大气层之前就进行变轨,让敌方检测系统无法判断其真实打击目标,从而对目标进行分散式群体打击。 这可比小男孩和胖子的威力大多了,发射一次就能摧毁多个城市。 此外,东风41还能拥有灵活的机动性,能够在加固地景、公路和铁路三种不同的平台发射,用东风41来打航母都有点大材小用了。 事实上,这玩意更多的作用是战略威胁,不到万不得已,我国不会拿出手。 第四位登场的嘉宾是英机21反舰导弹,这可是我国反舰导弹技术的极大成者。 保守估计,其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,全程6马赫和末端10马赫的速度,即使不搭载核弹头,也是指哪打哪,并产生极强的破坏力。 英机21还采用了双追体弹头的设计,在大气层边缘打水漂实现频繁的机动变轨,以美航母目前的舰载防空系统,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拦截。 最重要的是英机21反舰导弹的加入,弥补了我国反进入区域拒止体系中,陆基发射灵活度不够的这一短板,因为英机21是装载在055大区,这种大型海面舰艇上的,在保证破坏力和突防力的同时,对航母的区域拒止能力,也从我国领海扩大到了海洋深处,对我国海洋国防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而对美国来说,则是一场噩梦,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之后,美国就一直将我国视为眼中钉,不择手段的打压,遏制我国的发展。 军事科技、政治、经济,只要是美国能想到的,全都给中国进行了霸权打压,一边大搞中国威胁论来抹黑我国,一边拉拢周边国家一起围堵。 第一第二岛链就是美帝霸权的最好体现,但不管美国如何针对中国,都无法阻止中国前进的脚步,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懦弱的中国,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前三的军事大国。 每一个称号中国都实至名归,解放军手里有的可不只是航母杀手,这么多年和美国打交道下班,哪能没点秘密武器在手里呢? 中国人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,美国要是敢开着航母来耀武扬威,那就让他尝尝解放军的厉害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